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一次的体检猫懒的时间长达一个月 所以猫懒要停使一个月 这是昨天还信誓旦旦的保证猫懒没问题的台北市政府决策大转弯 今天决定要停使一个月来看这个到底有没有状况 我们看到这是今天早上勘察猫懒现场的一个状况 再回到这个扁家喜前案 其实这一次初刊的这一周刊当中特别讲到 陈玉扁其实他承认做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 他自己承认因为把这个他认为的政治现金汇到海外去 隐匿没有申报 不时申报这个法律所不容许的事 其实不只发生在海外 国内的账户也有 其实在陈玉扁的这个财产申报当中 他卸任总统之前最后一次的这个申报的财产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现金 至少这个存款的部分所申报的是6786万元 就是6000多万 但是这次特征组的大搜索之后发现 他在国内的这个银行里头的现金存款 其实高达4亿元 所以其实他在国内的部分也隐匿了将近3亿4000万 将近3亿5000万的这个现金的这个部分 当然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些房产的这个申报 是不是还有其他是使用人头购买 这部分可能还不知道 另外呢在他的这个保险箱还有家里头搜索出来的这个珠宝 将近有30件 那其中这个赚表啊 这个对表啊非常的多 因为陈志忠喜欢收藏名表 所以呢什么伯爵表啊 这个雅米家的名表啊等等 陈志忠总共搜集了十几支的这个名牌机械表 所谓的名牌机械表 一个大概上百万左右的这个价格是很一般的 所以十几支的这个名牌机械表 大概也要花上千万 那在陈信云家里头呢 就是大家所知道 赵建民喜欢用名笔 所以也搜出了三四十支名笔 那这些名笔呢 贵的大概也要上百万 所以呢在家里头摆这么多的笔 珠宝跟表 这个贬家真的是金山银山 很多在这次的搜索当中都一一曝了光 那这四亿的现金呢 它到底是怎么藏 怎么会藏在国内这么久 财产申报了之后没申报 可是居然也查不出来 就是人头账户的问题嘛 那事实上在海外查到了高度重叠的四十多个 四十七个人头账户在那个国内 我在电视上我也讲了 因为那天去搜索国泰涉华的时候 应该没有查到它小金库 因为检调单位一直相信 它那么多 除了这些存款它还有那么多的现金 那很多的现金 据从前台都大佬 据包含蔡同龙 他们都那个讲就是一跌十万 然后上面都是旧钞 而不是现在发行的新钞 那显然他们就认定 他们家应该是有一个金库 但是至于这个金库在哪里 现在显然不在宝来 那显然不在宝来 那他们为什么要看那个工程设计图 那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说是不是你们家有密室专门放钱的 因为除了银行的这些账户以外 他们家的现金到底从什么地方来 这是引人好奇 因为我们帮陈水扁稍微算了一下 单单他捐给民进党这些所谓大佬的 就已经超过了两亿多 就是说现在包含从郝广财啊 游锡坤啊 蔡同龙啊 谢长廷 苏贞昌 那一路下来 单单就已经超过了两亿多 比国务机要费提领的还要多 况且全部都是现金 所以他们就怀疑 就是除了海角七亿 国内四亿以外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小金库 那这个小金库是不是借用其他的人头 你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 而这个银行还有这家保险箱 究竟是哪一家公司 我也建议特征组应该要好好查一查 他怎么查 这个未曝光的人头户 他如何跟扁家有连接 除非他在陈正会电脑里头 也可以看到这个线索才有可能 这一定是熟的人嘛 事先先沟通好了 那像我刚刚讲的那黑之黑的情况 在扁家不可能发生 也没人有这个胆啊 那我就是看到两点 第一个 这些他的第二代收集名表 收集名笔 这个是企业家的第二代 这个名流啊 顶尖的这些名流做的事情 我们扁家也在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 你现金来现金去 在我们的眼里 在使用这么大笔的现金 只有几种情况在使用 第一个黑道的 第二个贩毒的 第三个汇选的 汇选 才会用现金来现金去 另外我的看法 可能还不止这些钱 现在看到一个7亿 11亿 因为陈正会负责的是国内的部分 海外汇款他也有经手 海外汇款也是国内汇出去的 那国外交付的 国外在国外的 国外交付的 这个部分只有陈志忠很清楚 那陈志忠现在还在外面逍遥 可不可以请他回来 代替他妈妈签个名啊 是不是 就是把这些扣押证物呢 大家签个名 给这个办案人员好处理啊 所以依我看这个情况喔 那个 他们这个案子喔 再这样拖下去 就像你讲的 大家喔 精神都有一点点 有一点那个忧郁 有一点会躁郁啊 那特征组啊 还要再加油 人手不够 那要不然我再恢复言辞嘛 再回去帮你忙也可以吧 义工就对了 不过陈家这个扁家这一家人也蛮奇怪的 他们有这么多的珠宝 有这么多的名表 有这么多的名笔 可是为什么这个超速罚单还要拿去报账 这个这一个都不知道 你知道可以超速800次可能都用不完 随便一支笔 会随便一支表 确实 这个我觉得就是心态的问题 刚刚我们钟心兄提到 他们家族的这个个性 所谓贪有分好几种 大贪小贪通通都贪 我们看到 如果说年这个超速罚单 自己超速罚单 洗车单 洗车费 我想今天还有人上了一个节目 说机轮车 你要来报一下 今天要洗个车 我觉得没有道理 所以他的贪在哪里呢 就这家人什么都想占便宜 占公家的便宜 所以我们今天 来看到这一家人的心态 真的好好研究研究研究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案子 真的 我最好是觉得今天特征组 不能说今天钱数小多的问题 我觉得要赶快约谈 而且呢 我觉得陈日中要先约谈 另外来说的话呢 今天陈正会 他到底土食到多少 就先起诉他也可以嘛 然后陈正会也可以先起诉嘛 这一些国务基要费都是国家的钱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事实上审查这笔国务基要费的时候 很清楚 他的支出只能说 总统作为建设释访 国家的重大建设的释访 军事释访 对不对 汉官演习去犒赏一下释访 还有国兵 国外来的贵兵 请他吃饭送个礼 怎么会弄到这张去呢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国家体制都乱了 他知不知道 我确定绝对知道 因为过去几年 每一次国务基要费 在立法院都被我们删了一大半 总统府都派人来 派副秘书长 派秘书长来说明说 这个钱很重要 从事国家重要机密啊 很重要 三大总统不能做事 结果是给你儿子去超速法 来去缴钱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陈志书总统没办法消单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从这样来看 你想想看 社会当中什么 看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运 这么多的不满 我觉得再拖下去的话 台湾社会真的 整个精神绷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动荡案件 特征组也好 或者是法务部最高检察署 应该要赶快加速 来办这个案子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不过刚刚大家讲的是说 这一家人的这个心态 这一家人的这个心理状态 怎么会是有这样子的行为 又有这个洗车费暴障的 这个行为 这两个东西连结在一起 你刚刚说这是社会上流社会 名流的第二代 才会做的事情 那怎么还会有这种 什么洗车费暴障啊 怎么超速 这个东西 这两种人格是很难 把它连结在一起 怎么会是同样一个人 发生的身上 这叫做教养的问题 这是教养 每次陈兴宇在发飙 很多像有时 坐在旁边的评论者 当然不是你说 有些人就会说 哎呀 我很同情陈兴宇 我一定说 那不是同情问题 那叫教养问题 像赵建民跟陈忠一样 父母教养不好嘛 就这样子嘛 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这个代价很大 其实他们的人格都破产了 其实你说不要第二代 第三代都很难生存了 所以想要移民加拿大可以理解 没一趟去的嘛 台湾以后都被指指点点嘛 但是我想把它谈到一个制度面 就是说这些问题都是现象 我看到昨天中国总理温家宝 在华尔街发表谈话 他讲得很好 我是很少肯定共产党官僚的 因为我对共产党是没什么好感 但他说这一次的全球经济不景气 不是货币黄金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 我觉得怎么共产党官员还懂这个 这一地方他懂为什么我们的国内 我们的执政者不懂呢 现在不是货币 不是主权基金 不是怎么 其实今天很多旧股方案 赶快反弹了 法人在反弹 这信心问题 因为你政府所作所 没有让人家引起信心 这信心几个层面 是危机控官 毒奶事件 断桥事件 之前不要讲了 还有就是除币问题 因为除币牵涉到 大家投资 以及外资要不要进来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那因为这个指标案 国务基要会案 海外洗钱就是这个指标 你这个政府的过程 这个弊案的过程 有没有彻底透明化 这个不解决 会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不只是读哪一本 刚听懂 不只是读哪一本 这弊案本身 为什么我举个例子 韩国人要大张旗鼓的起诉 两位前总统 最后给他特色 那是一回事 但是这过程一定要走 为什么美国人对总统说访 或不断地干扰行政程序 司法程序 要予以谴责 甚至要impeach 就是弹劾 然后林克森若方而逃 因为一个国家的 法制的透明化是多么重要 这是一个制度面问题 第二次 我要对今天三点钟 要去听北辰的人说 你们还要听吗 你是在听 听而变在听什么 是送信 是感情 是保感情 还是因为你有属于选路 有基本的观念 你要给他打断 你如果五个人去做 要笑 第三次针对民进党 民进党联人会 几次邀请城市美不来 回过头来讲 你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是作证还作假的吗 昨天许佩龙 前民进党中平会主委 许佩龙写个头书 我想许佩龙 她就是蔡英文的姐夫 很多人不知道 蔡英文的姐姐是蔡英如 嫁给许佩龙 许佩龙是要对你蔡英文讲话吗 你做党主席 你还有个性要表现吗 不能被拖着走 就是因为有些停扁的 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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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民进党 你自己不争气 加上我们政府的信心 我说过了 心力除弊 都是一体之两个不做 才有这个后果 所以刚刚几个观众打电话进来 我觉得不是无意途笨蛋 有人说笨蛋不是说 他情绪发现 讲不清楚而已 这只是做个参考说 这时候各种 你看政府都要很小心 一方面国际金融风暴那么大 那排山倒海 无声海啸来 你要好好应用 但是现在B案 如果不赶快处理 审慎处理的话 不一定把资源一起来应用的话 那会让政府 我都怀疑说 如果这样下去 不要说什么十月前 会不会起诉阿扁 我认为十月前内阁都在那边撑过去 都有问题 对不对 你不知道股台怎么联动 台湾股市怎么联动 内阁现在可怕积极不保 不是你看 连对一个电价上涨都秀朵 都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内阁 坦白讲 人民是不会支持的 政府要非常小心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现场 这个现场就是刚才 这个昨天姐夫投书的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下午呢 是到屏东去开中常会 但是呢 现场似乎发生了国民党急 还有一些民众到现场抗议的状况 说民进党是A前的政党 我们来连线给记者张玉兴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民进党中常会移师到屏东县来开 主要就是有这个倾听民意的味道 不过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现场却是抗议的声浪 由这个屏东县议长带着 三名为国民党籍的议员 以及两百多位民众来到现场抗议 抗议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来听他们的说法 抗议的主軸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针对这个党主席 蔡英文屏东县议会他们不满这个A前的政党 不欢迎他们来到屏东县这边开中常会 第二个部分是针对这个县长曹启宏 他们认为扩大内需22亿曹启宏通通乱用 尤其在这个议会里面他们质询的时候 曹启宏还不会言说 其中有一个乡的乡长虽然往生了 但是是他朋友 所以他这笔钱要给他还交情 因此这些县议员今天来到现场抗议 表达他们的不满 希望这个扩大内需能够在 由地方政府妥善的来运用 希望把这股不满地方的这个反弹声浪 反映给党主席蔡英文知道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是台湾 今天其中的一个政治场景 南台湾的民进党开中常会 被民众抗议是A前的政党 等一下大家要看的是在三重的停扁大会 陈律扁的这个下乡取暖 今天是在三重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步